在墙台立行马暴风半径清晨的时间点已经触碰到台湾东北角的陆地 目前此刻西北风正在持续的吹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尤其是西半部地区的山区 水气会格外的明显 过去是雨量包括在乌来、尖石、平林这边 水气是比较多的 大概是有20到30毫米左右 前两个小时在尖石这边还下到了30到50毫米 所以雨是一阵一阵的下 大部分现在都累积在中部以北 尤其是陶珠苗的山区为主 都有破百毫米的日累积雨量 而且水气会持续当中 因为目前都是它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整个上半天中部以北到宜兰 一点点的花莲都是警戒的范围 尤其是山区为主 墙震、墙台在山区外出特别留意下交通的安全 除了雨时之外 风也是这一次台风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因 你可以看到在彭家雨、蓝雨这边 过去几个小时已经测得了最大阵风 10级、基隆、无期9级、新屋、澎湖、花莲8级 你可以看到在整体的风势来说的话 都是沿海的强阵风比较为主 所以海上、海边也都发了海上台风警报了 切记切记禁止前往 今天预测的整个强阵风在上半天新竹以北到宜兰 还有连江有可能来到9到11级的强阵风 而这个阵风也是今天有部分县市停班停课的一个标准之一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外出整个风势 整个雨势、整个台风的影响跟变化 那陆景的警报单也来看一下 目前在台湾台北的东北方持续的往西北 朝着北北西的方向来前进 陆境过去几个小时有在北偏一些些 而且最强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中心风速它接近来到了53公尺每秒 现在是51公尺每秒 依旧还是强烈台风等级的范围 但是最长时间过了 以后也不会再增强 因为再触碰到稍微陆地之后 目前海温整个大际环境不利于它的发展 但是毕竟虽然已经有点减弱 但是整个暴风半径依旧有280公里这么的大 在这个契机来说的话 确实在影响台湾的范围也涵盖了北台湾 尤其目前的陆上警戒在中部以北 到宜兰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 海边几乎只有在西南部的沿海 没有海景之外 其他都涵盖在里面 所以海边和海上活动真的完全的禁止 刚刚也特别低调了 在昨天陆夜到今天的清晨 风雨似乎没有像想象中或预报中 这么的强风好雨 最主要的原因你可以看到 我们透过图卡来看一下 其实它最主要整体的结构 在出现双眼台之后 慢慢又变成了51公尺每秒 但最强的10级暴风 100公里的强风大雨好雨 都是下在海上的 台湾影响是它的7级暴风半径 280公里 有差不多100公里在这一个涵盖北台湾的范围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台风的结构跟向线 你可以看到在南部的向线跟北部的向线 是它这个利器码比较强风大雨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整个区块是在台湾的西南方的向线 相较起来这个结构比较松散 水气 雨势跟风力会比较弱一点 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强烈台风 而且还有陆上警报的范围 还是有影响到北台湾的区域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目前看起来陆境北修了 比较强一点点了 而且整个向线对台湾的影响比较有限 但毕竟毕竟还是一个强烈台风 这个料笛从严 大家要留意一下 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两天的水气分布图 你可以看到慢慢在影响略过之后 中部以北到宜兰还是有豪雨 各地上去特别注意 豪雨 大豪雨的目前的发布 其他的平地是阵雨跟大雨 高温预警因为今天被封面在花莲台东 有可能来到37 38度的高温 等到明天之后台风渐渐远离了 中部以北到宜兰变成了是一个短暂阵雨的形态 西南风带了进来 中南部反而雨时会变得比较大 周六周日水气会持续下去 其他平地是偶有离心的偶雨正雨的情形 所以只要留意一下 在明天过后 南北的南台湾跟北台湾的水气跟山区 会格外的不同 如果你还有外出行政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交通跟自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